好 接下来告诉你一起意外的消息 这是国防部位在博爱特区的中爱营区 昨天晚间九点多在进行空调冷煤装填作业的时候 突然起火爆炸 当时有六个人受伤送医 而其中两人在今天早上宣告不治 大火从地下室窜出警铃大座 国防部位在台北市博爱路的中爱营区 十二号晚间九点多进行空调贯冲冷煤作业时 因为不明原因爆炸起火 六人受伤送医救治 陪同监工的上市林逢春和工程人员林玉生 在十三号早上不治身亡 其中三人还在加货病房治疗 另一位上市就亲已经转往普通病房 国防部强调因公死亡的林逢春上市将从有抚恤 而消防人员一早也重回事故现场 厘清起火原因 南上面居目前是三十平方公尺 听他们讲是说有爆炸的情形 火是一时是比较猛烈的 这起意外事故是不是因为人为疏失 导致空调填装冷煤时发生不明原因起火爆炸 还要进一步厘 记者离心朋友组台北报道